花蓮市区公正包子店24小时营业 卖针角小笼包 其中每颗5块钱小笼包最受游客喜欢 不过全国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莱希 日前到店购买却发觉缩水了 他说公正包子变相涨价25% 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这样子还能叫做公正包子吗 对此店家回应说包子没有变小 是一样的也没有涨价和缩水的情形 工作人员手停不下来 包子店虽然已经禁止内用 但随时都有民众排队 在花蓮市区名头响亮 一颗5块钱的小笼包最受欢迎 不过却被全国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莱希炮轰 包子缩水变相涨价 现场吃比较好吃 现场吃比较好吃 那他价钱有变贵吗 没有都是5块 都是5块 所以都没有什么差异 没有都一样 一代接一代包子卖不停 虽然小笼包价格没变 但李莱希在网路上 用缩水的公正包子走位了为题 怒气冲冲的说 虽然包子没涨价 但以前一龙有8颗 现在一龙装10颗 同样是一颗5块钱的包子 换算体积足足涨了25% 以前排8颗 是为了包子皮可以好看 因为它比较不会碰在血 会粘破掉 现在排10颗 是因为我们一龙本来就10颗 方便我们来贩卖这样子 对所以它准备其实是一个谣言 是一个谣言而已 包子店很无奈 因为万物起涨 但小笼包售价不敢涨 就是怕老顾客会流失 没想到蒸笼多放两颗包子 就被痛批变相涨价 业者强调 小笼包做法大小都没变 售价当然也一样没变 谢谢记者综合报导